我是一个86年的 那可能我年龄比较小 但是我心智灵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人 我比较容易和60后70后的一些年龄 比我长大一点的人和他们打成一片 但是8090后的人 我也能和他们玩在一起 我就是心里面比较排斥 其实人还是有个体差异 60后70后他也有心理年龄特别低的人 可能心理年龄就还没你成熟呢 是吧 因为你刚才自视为自己是一个心理年龄比较成熟的人 其他的80后90后 可能人家也有你同样的心智啊 你没有抱着一个发现的眼光 可能你还没有发现 为人还是尽量让自己做的像一根脾巾一样 踪紧有度 有一定的弹性 就是千万不要给自己画地为牢 觉得我就应该是这堆的 我就应该是那堆的 还是说应该取和60后70后这些成熟的人相同的那部分 然后跟他们去交往 然后去80后90后你年龄跟他们相当啊 取这部分跟这部分交往 其实那你就变得面最困 可能你的人缘最好 可能你的朋友最多 可能你的职场发展的范围就很广 可能这些老同志也愿意帮你 这些年轻的人也没有抛弃你 那多好了 多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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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